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到王城的篝火 大露台旁边 出门往左边一路走到底 这里有很多东西可以剪 但是剪的话很容易被砍死 这里我就懒得去剪了 大家想剪的话请自便 其实到了这个进度 我感觉跟大家可以坦白了 其实我放BGM 只是因为我懒得说话了 这游戏本身跑途时间就占了60%以上 每期视频只要我跑一跑 懒得说话的时候放一放东之花 放一放365里路 一期视频就这么过去了 简直不要太轻松 你看说着说着我们就来到了大声张机 这样我们就到达了世界最高峰 禁域 这条路是前往雪山的通道 由于这里没有岔路 是一条一本道 所以大家自己就能跑到 这里就不做提示了 那么这边有一个黄金种子 大家注意查摄一下 好的 最终我们会来到一个门口 迎战我们的守门BOSS 黑剑眷属 那么黑剑眷属很好打 总之先叫出我们的大盾守卫 然后瞄准射击 上来给他就是一个当头一棒 看到我这伤害没有 各位发生了点小意外 我刚刚退出了路屏 然后返回桌面想重连 结果一直重连不上 再一看结果是他更新了 更新完我上来把这怪打了 结果再一看 我路屏怎么没开 我路屏呢 然后我素材就没有了 所以只好口头指导一下大家了 第一步召唤大盾兵 第二步瞄准射击射箭 第三步把他射死 好这样就打过了 那么十分不好意思 打过之后呢 我们可以来到化圣雪原 新地图 上来我们先剪一下地图碎片 然后把前面的篝火给他点了 然后出门右转有个废墟啊 这个废墟里面呢 有一个锻造石的灵珠 大家尽量剪一下 虽然我们大部分都是失色武器 但是我们的剑呢 是这个锻造石武器 废墟里面有很多这个 骷髅美少女啊 不用鸟他们 直接剪完走人就行了 是不是应该放羊巴鲁 好的离开废墟 我们再回到大陆 往左边转一下 好一直往前走呢 就是正路了 好穿过这个一线天呢 我们直接往右下角跳 前面呢有一个墓穴 这个墓穴呢 仅量去一下啊 里面有灵兰的灵珠 好那么接下来呢 大家跟着我走 其实还是很容易的 上来先把前面的两只小怪 给他射死 好然后前面呢 可以拿一个八只灵珠 好那么剩下小怪呢 我们直接不用鸟他们啊 开启那首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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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注意这个地方 还有很多假电梯 只有这个呢 才是一开始的电梯啊 顺着我的路线走 好上去呢 我们就可以打BOSS了 BOSS是一只大驱 那么这个驱呢 相信大家打了无数次了啊 怎么打已经不用我多说了啊 就是射箭射箭 该滚的时候滚一滚 它就这样死掉了 打完可以拿到黄金种子 和灵兰灵珠 前面呢 还可以开出一个死根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回归阵路了 接下来呢 又是一大段的赶路环节啊 从王城到雪原这一段路呢 实在是太漫长了 因此呢 我们还是放一点歌 来排解一下 一路呢 往前方走 看到路呢 往右走就是正路了 不过推荐大家 在往右走之前呢 先往左走 左边呢 有一个教堂 里面可以拿到一杯 圣杯滴露 和湿色石灵珠 还有个篝火 火焰巨人的boss点了 但是注意啊 大概在这个方向 我们往右前方走呢 可以遇到一个教堂 里面可以捡到 陶克武器 狮山血海啊 但是刚刚来了个补丁 把这个出血给略微削弱了 不知道狮山血海 还强不强 但是总之呢 我们弓箭手是不拿的 总之先往左前方 一路往前走 偷袭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篝火一点 我们就可以准备 打火焰巨人了 沿着锁链一路往前呢 就是boss门了 我们叫上我们的牛马 突进一下boss 火焰巨人还是非常好打的啊 第一步叫出我们的大盾兵 第二步 我们瞄准射击射箭了 但是打火焰巨人要注意 他的仇恨 因为大盾兵太小了 实在不容易打到 他这个大根啊 大脚根啊 所以呢 我们要时常注意 保持普通射击 等到有机会了 再使用瞄准射击啊 因为瞄准射击 我们是无法取消的 而普通射击呢 射到一半 可以随时取消 非常方便 好的 断尾了 在这种大硬直的时候呢 我们再使用瞄准射击 瞄准射击可以连发嘛 好的 断尾之后呢 他会使用远程攻击啊 因为之前脚还方便 脚不方便了 他就打远程了呗 那么远程比近战可恶心多了啊 我们要时刻注意他 手抬出来 他就是要放这个远程火球 这一招飞得飞快啊 很难夺 盖帽 好 他的血量已经是 风中残足了啊 这一招地火流星 非常适合我们弓箭手 离远点射箭就行了 好的 打出一个大硬直 我们继续射箭 好 手抬出来了 准备闪避 好 他准备盖帽了 我们闪避 跳起来继续一箭 打入二阶段 那么二阶段的上来 我们可以蹭他两箭啊 蹭完之后 注意闪避他的地火流星 看一下地上啊 地上没有红色印记的 就不会被烧到 我们随便等一等就行了 好的 二阶段我们的主力武器 切换成牛马 不对 切换成滑轮弩 鞋上我们的牛马 然后远程呢 使用这个滑轮弩瞄准三菱射啊 打这个出血 出血的累积速度呢 在前几轮呢 还是非常快的 我们就这样瞄准射击了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这个滑轮弩的射程有点近 即使带了远近护服 离开这么点距离 也很容易空刀啊 我们还是要尽量贴身一点 才能射击啊 不过各位放心 就骑着牛马 他基本上是打不到我们的 随便 放心射 大胆射 化身为拉坦 骑着牛马射箭箭 好的 火球啊 火球呢 骑着牛马还是打不到我们 牛马免疫 火焰巨人的一切攻击 好 这样就成功干掉了火焰巨人 所以说嘛 骑着牛马没啥难度的 好 接下来我们往左前方行驶 来到初始的火炉 然后呢 在篝火旁跟梅琳娜说话 醒来之后呢 我们来到了天空之城 梅琳娜已经把自己烧了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好东西非常多啊 推荐大家仔细的搜一搜 但是呢 我们迅猛流攻略呢 就不仔细搜了 好 这个地方 我们两个东西先捡一捡 顺便一提啊 这个地方的怪物 我一次都没有打过 丝毫未碰 依旧是冰青玉洁 因为这 你看 太难缠了 所以我推荐大家跟我一样 跑突啊 润就完事了 出门 这个地方呢 有一条小龙会过来 那么这个小龙呢 杀完会获得一个 古龙岩锻造时 我们就不杀了啊 我们需要的是湿色石 这样我们就认到了篝火 当然了 如果你想杀呢 还是非常容易的 我们就在篝火这个地方 用柱子挡他的火焰 然后呢 一件一件射嘛 还是非常简单的 好 这样呢 就结局了 你太卑鄙了 好 那么接下来呢 主要收集路线 虽然我们迅猛流呢 不是全收集啊 但是重要物品 还是要剪一下的 沿着屋檐上去 首先呢 是这个地方 有一个垃圾碎石 和一朵大朵目的灵栏 非常重要 剪完之后呢 沿着桥梁从这边跳下去 然后左转 剪到一本祷告书 学祷告需要 然后前面发现 别有一番洞天啊 好 坐着电梯下去 下面呢 有两样重要的物品 我们快速以杨巴鲁的形式 剪一下 我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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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可以 我会儿 再次 我会儿 看一下脚底板 好的 接下来呢前面还有一个碎石 我们就不剪了 我们原路返回 出门直接往右转 就是正路了 前面就是篝火 好 点完篝火呢别忘了 前面拿到一个灵珠 有了这些灵珠还有灵蓝呢 我们的骨灰可以升满了 然后武器呢也可以强化到一个很高的等级 好 接下来我们就直插大别山 去找这个地方的boss双皮奶算账了 下来先走左边 捡个东西 好 然后往前冲了 前面呢有很多四伤骑士 但是我们大可不理他 这边捡个东西 OK 好啊顺利到达boss房门前的篝火 那么接下来呢 双神皮还是非常简单的 请大家准备好自己的狮子大弓 还有800块一只的拉塔恩大剑 上来先小心他们的火力轰炸啊 先找一个掩体召唤出我们的大盾兵 然后瞄准肥神发射我们的地对空导弹 看到伤害是非常的高啊 如果两个凑在一块 那伤害还能更高 谁叫你长得肥呢 好肥神听完气的直接上来砍人了 那么对阵肥神呢 他已经是风中残住了啊 我们随便打一打 尽量不要用战技 我们直接用普通稳固射击 把他射死了 好就剩一个兽神 我们再换出我们的滑伦弩 就这样平射平射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的大盾兵吸引仇恨非常的牛皮啊 射着射着 因为兽神本身就是个脆皮 出血伤害虽然被削弱了 但是很快呢 他也会体力不支 好他召唤了 我们再一发拉塔恩大剑 把他送走 就剩一个肥神 我们继续发射地对空导弹咯 即使只有一个大盾兵 也依旧是这么的尖艇啊 好的 肥神逐渐体力不支了 剩一个兽神又出来了 他的血条已经是风中残住了 Omai wa Moshin deri lo 接下来又是我们的跑酷环节 出门 那么这个地方的怪呢 我是丝毫不沾啊 直接捡完东西 生命了 生命了 那一天 神经壁 有证优称之说 太可疑了 了 优优独生了 我主持人 我留在于今 就是 我们有没有 有 我 在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